1月20日由葛优、谢霆锋、唐嫣、郑荣和主演的电影《决战时神》在南京举办《小年送福》入演发布会 谢霆锋、唐嫣亮相现场 为了配合小年气氛和片中处于对决的故事场景 发布会现场被布置成餐馆 让大家切身感受到影片色香味俱全的年味气氛 在电影《决战时神》中经营一家大排档的厨神谢霆锋和掌柜唐嫣 来到南京后特意寻觅了三道当地特色年味美食 在现场先后向大厨们学习董欧粉圆、石锦菜和老牌杨春明的做法 作为娱乐圈当之无愧的邪男出身 从十二道风味到即将上映的《决战时神》 谢霆锋近些年可谓潜心研究美食 现场谢霆锋分享了《决战时神》拍摄过程中的趣事和心路历程 谈到电影中的那些色香味俱全的酷炫美食 谢霆锋颇有几分自得 也一再澄清《决战时神》绝对不是综艺节目《十二道风味》的电影版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坦坦在《决战时神》中则抛开偶像包袱 戴上黑框眼镜顶着钢丝爆炸头 全是海胆妹一绝 反差门的表现也成本片一大亮点 对于这样的突破 陶岩坦言并不觉得悔形象 反而觉得很可爱 而一旁的谢霆锋也搭载陶岩有突破 不会啊 我觉得很可爱 我觉得很可爱 我觉得那个突破非常好 就是任何的一个大偶像可以放下自己的这个形象 虽然就是这样 我不是不变成怎么样 而还是美的 但是我觉得 反而我跟导演一谈到这个 他尝试这个造型 我们真的是鼓掌的 east tit屌 中文字幕作为中文字幕作为中文字幕志愿者 卫帅 能但保抒 能估讯地 向台乃 で 内导也 子 ey